天高海阔 张修杰 2024年的总统任期才到 现在就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这个我们下一步讲 今天我们先来讲 习近平到底能不能连任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节目当中 一般很少讲到中国的话题 我也多次讲过 因为中国的信息不透明 所以我们很难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报道 来跟大家分析 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但是呢 最近有关习近平在20大 能不能连任呢 好像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这个话题 那么很多中文媒体呢 有多种的猜测 习近平到底能不能连任 也有很多听众 在我们节目的留言当中 问这个问题 也有听众给我们电台的电话留言 打电话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太多 值得我们去分析的 为什么呢 首先是信息不透明 第二 现在很多媒体报道说 最近看到中国发生的种种新闻 比如说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 中国的银行系统出现的问题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 已经有非常严重的 这个隐患 那么这些隐患呢 可能影响到习近平的连任 还有包括一些某某领导人的讲话 或者某某红人的讲话 这说明习近平的政权已经不稳了 其实我还真的句话 这些都是猜测 比如说最近习近平到香港参加 这个回归25周年的活动 很多媒体报道说 什么这个场面冷清啊 戒备森严啊 还有习近平在这个庆典过程当中打瞌睡啊 其实你看整个片段 你说习近平打瞌睡 我这是很难认同 那么至于说现场好像人与人之间距离隔得比较远 那么很多人都在媒体上在问一个问题 说习近平怕什么 怕什么 怕新冠肺炎病毒啊 怕什么 因为香港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每天感染的人还是在几千人 那么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 不去香港参加回归庆典吗 好像不合适 因为香港刚刚发生了这个重大的政治动荡 社会动荡 在这个时候为了表达对新特首的支持 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 亲自到香港对新一届的特区政府表达支持 是有他的政治用意的 所以如果靠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是而非的东西 就判断习近平的位置很不稳 我想这还是猜测 比如说我们说 前几天我们看到中国一些省市的地方领导人 用各种的语言 用各种的个人风格 对习近平给了非常大的颂扬 那么这种现象表达了什么呢 其实就表达了这些人很可能为了在二十大当中 能够挤身中共的权力高层 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表现对习近平的忠诚 那么大家说这种表现忠诚 是不是恰恰说明了习近平对谁能够进入下一届的中共高层 有绝对的话语权呢 如果没有这个绝对的话语权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说习近平能不能连任 我个人觉得连任应该是没有问题 二十大召开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很多人说不对啊 你看最近中国的经济出了这么多问题 特别是习近平跟李克强两个人在这个 是坚持清零政策 还是要优先恢复经济 这点上两个人很明显有不同的声音 我想这个肯定是个事实 比如说习近平说中国已经脱贫了 但是李克强说困难的人口越来越多 李克强也说过 中国大概有多少人一年收入才有多少钱 这是很明显说明中国还有大量的人口 处在一个跟基本生活平均水平 还有落差的这样一个状态 两个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的看法 这本身很正常 因为李克强作为总理 他重点的是关注经济 那么李克强希望在目前的情况下 能够让中国的经济迅速恢复 那么这就跟清零政策肯定会产生相当大的冲突 到底清零政策重要还是恢复经济重要 其实我觉得现在习近平跟李克强两个人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清零政策还会不会继续下去呢 要看疫情的发展 因为现在新冠肺炎的病毒的变种 可以说是你捉摸不定的 现在夏天根据前一年的 我们所了解的一些状况 夏天的时候 新冠肺炎病毒流传应该会比较慢 但是现在似乎这么热的天 好像Omicron的流传还是一样 传播的非常快 不要说中国今天在美国 我们经常还能听到感染的人数在上升 秀杰身边也有一些朋友 最近也被感染了 这么高温新冠肺炎病毒 还能够这么迅速的传播 所以接下来这个病毒会如何变种 我想是谁都不能够有一个准确的预判的 那么如果中国某个大城市 再出现大面积的感染 那么再来一次上海的封城 是不是会发生呢 我觉得肯定会发生 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说习近平跟这个李克强 在恢复经济还是坚持清零之间有矛盾 就说明习近平的位置不稳 李克强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他最后一个总理的任期 那么我们推算一下 今年年底 无论是11月还是12月 召开了20大之后 明年的3月就会召开这个人大的会议 就是人大的会议会决定换届之后 谁来当总理 那么李克强很有可能将会退出中国的舞台 李克强现在就已经预告了 这是我总理最后一个任期 意思就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压力 也没有什么顾虑 我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尽量坚持我的观点 希望经济能够恢复 希望民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李克强如果离任之后 谁来当总理 我想我也没有办法猜测 因为中共高层的人事权力的分配 绝对不是外界可以了解的 只不过猜测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猜对了 一种是猜错了 那么我想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节目里面猜了 但是我们说 现在习近平有没有面对压力 我个人觉得是有的 这个压力是什么 就是连任没有问题了 但是如何让自己的连任更具合理性 更能够服人心 我想这是习近平现在所面临的压力 这个压力当然是来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清零政策 还有中国经济的恢复 中国的经济的恢复 其实今年也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之前我们讲过了 现在中国把今年GDP的增长定在了5.5% 这个5.5%的增长 跟过去改革开放前30年 甚至是前35年来说 这个增长都是相对的低的 因为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般维持在两位数 那么这个5.5%的增长 是不是说明中国经济出了很大问题呢 我们从两个方面看 一个方面我们首先说 经济增长5.5% 其实是个非常高的增速 越是发达的国家 它的这个GDP的增长 它百分比越低 比如说美国的GDP增长 如果能够达到5.5%的话 我想这就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奇迹了 但是作为中国来说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GDP虽然有比较高的增长率 但是中国的人均的GDP 跟美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中国保持两位数增长 当然是中国最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如果现在达不到的话 提出了一个5.5% 那么就说明最起码 今年的经济增速跟以前相比 有了非常大的缓慢 而中国面临经济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 除了美国正在转移生产供应链 如果美国生产供应链转移成功的话 那么中国世界工厂的这个角色 就再也不再了 那么如果没有世界工厂这个角色 一定会冲击到中国经济发展 长期仰赖的这个进出口贸易 这就很可能会令到 中国的经济被严重冲击 那么从而令到社会的矛盾的出现 所以第一是 美国的生产供应链转移 到底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生产供应链转移会不会成功呢 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结果 都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怀疑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个人觉得很明显 美国已经正在做这个事情 并且美国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会达到的 只不过生产供应链转移的规模有多大 可能这还会有变数 那么再有呢 中国要在整体实力上超越美国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就是高科技产品的研发 中国在改革开放这40年以来 很多人说中国的科技有了长途的进步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要看到 尖端的科技 在研发方面 中国还落后于全世界很多国家 不要说落后于美国 也落后于欧洲 像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 也落后于日本 甚至落后于韩国 那么如果在高新科技的研发 创新方面 中国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中国要想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并且取代美国 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话 我想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习近平连任是没问题的 如何让习近平连任 更具合理性跟合法性 更能够争取到民心 这才是习近平现在所面临的压力 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习近平能否连任 我想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 因为应该在今年的11月左右 中共将会召开20大 20大上习近平应该能够顺利连任 反观美国总统拜登 其实拜登如果要讲竞选连任 应该是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么为什么拜登现在竞选连任 好像成了美国一个热门的话题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美中两国领导人连任的话题 那么上一节我们说 习近平的连任 从目前看来不会有什么障碍 只不过这个连任 如何能够更具合理性合法性 能够更能够争取到民心 那么这是习近平所面临的压力 和要解决的问题 拜登呢 拜登其实连任还早 现在拜登的任期还不到两年 那么拜登的连任应该在2024年 才是一个被讨论的话题 但是现在拜登的连任 已经几乎天天在美国媒体 都有相关的话题 最近美国的哈佛大学 以及这个哈里斯民调中心 联合做了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可以说对拜登 又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现在拜登的支持率 已经剩了38% 那么在这个这么低的支持度之下 美国选民怎么看拜登的连任问题呢 根据哈佛大学这个民调 有71%的受访者认为 拜登不应该再竞选连任了 这71%的民众当中啊 有45%认为拜登执政的表现太差了 有31%认为拜登太老了 这好像听起来有点政治正确的说是年龄歧视了 另外呢 有41%说反正换个人做看看吧 反正有71%的美国民众认为拜登不应该再竞选连任了 其实最近呢 有很多这样的相关民调 无论是保守的民调机构 或者是一些极左的媒体 他们在民调当中啊 似乎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比如说我们讲到美国的极左媒体 我们经常会提到的美联社 美联社的左啊 其实比这个CNN跟这个华盛顿邮报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美联社最近做过民调说 接受这个民调访问的一千多受访者当中啊 有85%认为美国现在正在处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 如果有85%的人认为美国现在走在一个错误道路上 那么还有多少人在2024年会支持拜登竞选连任呢 那么跟拜登相比 哈佛大学以及哈里斯民调公司做的民调当中也把川普放了进去 那么如果是川普在2020再出来选 美国的选民又怎么看呢 根据这个民调有61%的受访者不愿意看到 前总统川普再出来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 我们对比一下两个数字 71%的人认为拜登不应该再选了 但是呢 61%的人认为川普不应该再选 换句话来说 在这个百分比来说川普应该比拜登还要好一点 那么支持川普全土重来的当然就是39%的人 那么为什么这些受访的选民认为川普不应该再出来选呢 大概36%的人认为川普这个人喜怒无常 33%认为他分裂国家 还有30%认为川普应该为国会山庄的冲击事件的所谓的暴乱负责 我们从这个民调有61%的人不支持川普出来再选 然后他们不支持的原因可以看到 民主党经过多年的努力在美国选民当中建立川普的负面形象 这一点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比如说现在正在国会举行的1.6调查委员会 那么这个调查委员会所传造的证人 基本上就是在讲故事 甚至在编故事 而这些故事无一是能够追究出川普在1月6号指挥策划了冲击国会这个行动 但是呢 这个过程当中啊 讲了很多川普负面的故事 那么这些负面的故事被某些美国选民所接受 反正你无论怎么说 川普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 或者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 反正这样的人当总统呢 很多中间美国选民 包括这个左翼的选民都觉得不放心 但是我们对比拜登跟川普的数字啊 应该说拜登比川普更加不受欢迎 以两个人在总统任内同时期的民调相比啊 现在连左派媒体连民主党也不得不承认 同时期拜登的民调比川普还要低 那么拜登的民调之所以低 我想有很多很多因素 但是最终的经济因素还是最有决定性的 所以拜登现在如何改变美国的经济呢 其实拜登的任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如果拜登做得好的话 在2023年2024年让美国的经济有所好转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大家看这次拜登到这个欧洲的访问呢 应该说在外交上 在欧洲这个领域当中 拜登是很成功的 我们说现在无论是德国法国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因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已经令到这些国家 包括七大工业国 包括欧盟 包括北约 外交立场上跟美国已经保持一致了 之前我们也讲过 欧洲其实对这个外交立场 跟美国保持一致 还是有相当的忧虑 这个忧虑啊 就是来自于这个经济方面 而影响经济的 当然就是能源政策 现在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即将被欧盟所禁制 这个禁制啊 一定会影响欧洲的经济复苏 最近俄罗斯也采取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沙哈领导 就是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库业导的能源公司 全部收归国有 这个能源公司 为什么叫收归国有呢 因为它原来有一半的股份 是属于俄罗斯官方的 有一半的股份呢 是属于外资 这里面包括了日本的两家大公司 但是今天俄罗斯 如果把这个沙哈领导的能源公司 全部收归国有的话 由国家来控制的话 那么未来俄罗斯会不会利用能源 同样也在亚太地区 对一些美国的盟友进行打击呢 当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日本 据说日本现在有每年10%的天然气 是从这个沙哈领导的天然气公司所进口的 那么如果日本进口的天然气 跟欧洲国家一样 受到俄罗斯的这个禁运的话 那么这令到日本跟欧洲国家 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复苏将会缓慢 所以拜登现在如何解决经济问题 成了他2020年 有没有可能连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拜登有没有能力解决呢 我目前没有看到拜登有能力解决 但是我觉得拜登被逼得走投无路 说很可能会对他个人的一些内政政策 来一个90度的大转弯 什么大转弯呢 当然就是传统能源政策 拜登现在在如何让美国的油价降下来 确实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他现在正在中东访问 那么他能不能说服沙特阿拉伯 跟阿联酋这些国家增加石油产量呢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大 就要看美国给他们让多少力 但是反过来说 毕竟石油输出国组织 他们控制石油价格 这对美国是一个战略的被动 拜登等到他2023年或者今年年底 美国经济在出现恶化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拜登很可能会一改他过去的能源政策 把川普当元的对传统能源的政策全部恢复过来 如果这样的话 美国传统能源业会不会向拜登妥协呢 因为现在拜登比如说发放了一些土地租赁许可证 甚至拿出一些联邦土地上油气开采的准许权出来竞标 美国的传统能源业都给予拜登非常冷漠的回应 那么我想这里边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拜登的行政政策 令到这些传统能源公司真实投标的话 他们的投资跟获利不成比例 再有一个呢 就是对于传统能源业来说 拜登这样把自己全部的利益都倾向于再生能源 这样的总统下台 对他们来说可能有更长远的利益 那么基于这两点 所以拜登试图在这个传统能源政策上放松一点 让美国的经济能够复苏 让美国的通货膨胀能够下降 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如果拜登在中东的这个外交手段 没有办法令到美国的通货膨胀明显下降的话 我觉得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拜登很可能会抛弃他现在背后的利益集团 就是再生能源集团 然后把他的能源政策 国内政策来个大转弯 令到川普过去针对传统能源 所松绑的一些行政命令 重新得以恢复 那么到那个时候 我想美国的油价才有可能降下来 而拜登如果能够令到美国经济复苏的话 他2024年还会不会有机会 再次竞选美国总统呢 我觉得即使这样 拜登可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来竞争2024总统大位的几率 也低于30% 拜登本来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 当初在2020年 民主党为什么选拜登成为总统候选人 就是觉得这个人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能够缓解各方面的矛盾 但是很明显 现在因为美国社会在保守理念跟自由理念 针锋相对已经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竞争 并且保守理念正在回归的情况下 在民主党内无论是温和派还是基金派 都对拜登不满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哈佛大学做的那个民调 其实显示民主党现在已经抛弃了拜登 那么即使拜登能够令到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 美国经济有所复苏 但是拜登还是不是民主党合适的候选人呢 我觉得现在民主党内已经有了共识 所以跟习近平相比啊 我觉得拜登连任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习近平 但是呢 因为美中现在外交关系十分复杂 其实美中关系也会影响到两位领导人连任的可能性 而拜登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让美国战胜中国 那么如果在近期美中关系的斗争当中 美国如果明显占到上风的话 这对拜登未来的政治生命啊 会是一剂非常有力的强心针 如果拜登能够最近在美中之间的抗争当中 获得了明显的优势 那么我想啊 拜登在政坛上或许还会有机会连任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